為大家推動到冰眾新聞化 江議市政府日前 需要集票將近100位的江議市眾議業者 基盤愛嘉義共創冰眾新聞化 更適合作單位 要請到法務部 廉政事務副司長 沈鳳良 江議地檢室 主任檢察官 蔣金星 還有南華大學的系主任 楊國柱來進行演講 當時來申達到辯明 廉政的冰眾新主委 社會形態改變 為大家推動到冰眾新聞化 江議市政府要請到法務部 廉政事務副司長 沈鳳良 江議地檢室 主任檢察官 蔣金星 南華大學 海主任 楊國柱 作為在江議市政府被留的會議室 基盤愛嘉義 共創冰眾新聞化 剛涉及責任會 現場 最近有100位的冰眾檢察官 江議市長 明慧親自告典 基台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 建立一個境家特別的冰眾文化 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 一個新的冰障好文化 那我們希望能夠讓大家 得到最好的身心的安頓 那也是讓我們所有的家屬 在面對最後一段路的時候 那一種悲痛能夠降到最低 得以撫慰 而往生者更有尊嚴 那我們希望我們鼓勵我們公務員 能夠勇於這個創新服務 檢證便民 讓我們的這些業者 能夠誠信治理 協助他法令遵循 整個我們傳承 我們這個嘉義的 很好的一個典人的文化 主要就是先做預防性的宣導 那希望不要再有 以前漏歸漏席的情況 那沒有漏歸漏席 民眾使用政府的這項支付措施 也才能夠真正的安心來使用 那獲得民眾的信任之後 那當然那個公務人員 才能夠依照那個標準流程 來積極的服務 那我想這是今天我們最主要的目的 那謝謝 剛以期透過這一次 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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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在山島 德文安宗 洪湯志印 特命廷署 嚴格禁止收集紅包和 贊業國務五個目標 典現各議執政府推動民眾 新聞化的資料 期待透過各界努力 作為採取民情店 為傳統的民眾濟秀 來組入國務辨民 特命廷署 含念正的信息為 水星新聞 中庭孫雄宣 各議齊彩虹報道 今晚回到象律 海報道 五個目標 更加 紀錄 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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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年 二十年 五個人定義國務辨民 四十年 四十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